另外来看到苗栗县返乡青年赖光镇回到西湖乡来种草莓 结合食农教育 办理草莓农民训练营 让学生认识在地的农业 用心获得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肯定 不仅是西湖乡首家高家草莓 更是第一家通过特色农业旅游场域认证的果园 红宝石般的草莓胶眼雨滴 很是娇贵 需要细心呵护 而这里的每一株草莓苗都有专属主人照料 西湖乡这家有返乡青农管理的果园 不仅是乡内第一家高家草莓园 还是草莓农民训练营的专属场地 园主赖光镇推动食农教育 开访自家果园 让亲自体验种草莓 草莓的DIY体验活动 就是让小朋友自己来种植草莓 然后我会教他们一些草莓的知识 然后再让他们自己做盆栽带回家 去自己养草莓这样子 那有一些父母的反馈 就是说的确草莓有产出了 那自己吃到自己种的草莓 那其实小朋友都蛮有成就感的这样子 草莓农民训练营不定期和学校 或是开放亲子游客报名上课 重认识生长环境 导入如何种植 还能够参与草莓生长过程 赖光镇进一步把农业融入观光油城 并通过特色农场认证 这个算是在台湾休闲产业发展协会 就是所创立的这个特色农油的认证 那对我们农场来说 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肯定 对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努力往这个休闲观光产业来这边发展 那能够得到这个认证 其实对于我们 以及对于我们西湖这里在地 其实观光旅游应该都有不错的一个帮助 草莓园从生产食农教育 借到观光旅游 布与农业 奏域 休闲等多功能 用心和努力 获得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肯定 成为西湖商 第一家通过特色农业 旅游场域认证的果园 感谢观看